话说在群马县有一家豆腐店 老板是整天闭着眼睛的藤原文泰 这个故事主要讲他儿子藤原拓海 今天开始我们来回顾Initial D第一季 大家好我是全书 在凌晨4点多的秋名山上 有辆熊猫配色的A186正在飘移 驾驶员在弯道前的连续降挡 点踩和反打转向 已经熟练到令人发指 路上他和加油站的店长U1擦身而过 U1说了一句还是老样子 隔天在学校里 好友五内树正在和拓海抱怨 为什么车都那么贵 他们两个目前在加油站打工 这时夏树拓完过来加入聊天 当得知阿树他们打工 一个月只能赚12万日元时 夏树有点差异 他还跟拓海约了期末考试结束后见 其实拓海跟夏树已经一年多没讲话了 高一时他们都在一个足球社 夏树是经理 当时因为不满学长说了一些 与夏树交往的细节 拓海就动手教训了学长 那之后拓海离开足球社 而夏树就再也没跟他讲话了 放学之后阿树继续跟拓海聊车的事情 可以看出阿树对车很执着 但拓海却说自己已经腻了 另一边有辆奔驰来接夏树 夏树叫那个人爸爸 车上夏树说起别人打工才赚12万 自己跟爸爸一个月见面三次就拿30万 这样做好吗当然不好啦 这时一路向北还没出来 爸爸是说你有这样的价值 看到这里我觉得当年真的很单纯啊 那时候完全不懂这段话什么意思 也没想到在第一集就已经明事了 之后拓海和阿树去打工 当前辈持股得知阿树看上86的时候 还称赞他眼光不错 但这时拓海却说自己对86不了解 他说自己家只有一台旧的商用车 接着池谷邀请他们晚上去秋名山玩 池谷是本地车队速度之轻的队长 他的车是尼桑的S13属于FR FR指的是前置后驱 就是发动机在前面 但它是后轮驱动 中间有一根传动轴 这个类型会比较方便甩位 晚上在出发前又一和池谷说起了 曾被公认为秋名山最快的飙车手 现在是一家豆腐店老板的事情 他早上四点会载着豆腐 去秋名山湖畔的酒店送货风雨无阻 没有人会比他更了解秋名山 他驾驶的是一辆AE86 池谷听完之后觉得很差异 之后池谷带拓海和阿树上山 可以看出池谷飘移的时候不是很稳 拓海坐在后排都快被吓死了 毕竟这么开豆腐都要变成豆腐脑了 另外那天晚上赤城最快的红日车队不请自哀 队长是有着赤城的白色灰星称号的高桥梁姐 二号车手是他弟高桥起介 他们来是想挑战秋名山最快的车队或车手 美其名曰技术交流增进感情 实际上是想在这里留下 别人难以超越的成绩 听到这里持股也不好拒绝 他们约好下周六在这里比赛 随后红日车队表示 今天会在这里练习一下 在骑借一个漂亮的甩尾掉头之后 红日车队集体出发 速度之星也一起跟了过去 拓海和阿树因为没车所以暂时留下 拓海这时问了一个问题 飙车真的有那么好玩吗 阿树则不理解的反问 阿你听到引擎声是不会乐血沸腾吗 另一边又一打电话给文泰叙旧 这才知道他之前遇到的是拓海 文泰说从五年前开始拓海就在开了 再回到秋名山 速度之星完全跟不上对手 梁介还说全是垃圾 下周浪替补过来就可以了 他自己不来但起街必须来 因为他们要创下 本地人难以打破了纪录 梁介是打算让赤城红日车队 以最坏速度称霸整个关东 当成为传说实在隐退 之后速度之星的车手大受打击 无论驾驶技术还是车都比不过 无奈之下他们也只好在想对策 飙车手在主场输了是很没面子的 那天晚上 起街一直练到凌晨4点 但他在回去的路上碰到一辆车 由于那辆车跟得有点紧 起街就误会地飙了起来 两个弯道后 他要让对方消失在后视镜里 在第一个弯道飘移的时候 起街才发现竟然是一辆老师86 自己的FD怎么会输呢 结果两个弯道之后 86还在后视镜里 但第三个弯道前 86消失了 在面对右缓弯加左击弯的时候 那辆86并没有像FD那样减速 他是直接来了一招惯性飘移 起街当时被惊到差点驾驶失误 某种意义上来说 86确实消失在后视镜里 此时的起街还是不敢相信 夭壽啊 记得故意啊 对方的惯性飘移接近完美 自己最新型的FD 竟然输给十年前的86 起街一时间根本无法接受 隔天夏树主动约了拓海出来 这时离一路向北还要点早 夏树约拓海出来是为了和好 因为拓海以前赠了他前男友 夏树还跟拓海说暑假去海边玩 之后池谷开始找豆腐店的86 他找到了藤原豆腐坊 但他还是不肯相信86能快到哪里 不过他却在这里意外碰到拓海 池谷顺便把他再去打工 这里要说明下 拓海不知道自家车是A186 是因为A186是车架号 那辆车上面写的都是Ternuno 其实86还有另外一辆叫Levin 不过拓海一点也不关心这种事情 这和阿树的痴迷情城鲜明对比 到了晚上 池谷把轮胎和刹车便都换了 他准备亲自负责下山路段 这里可以看出池谷的压力比较大 至于乞介 他正在秋名山上寻找86 但由于时间不对他一直没有碰到 又过了一天 池谷他们在店里 正看着飘移王土屋龟式的影片 过程中阿树问拓海 知不知道什么叫飘移 拓海解释完之后就被嘲笑了 在场只有U1明白真相 池谷和阿树只了解到动力飘移的程度 而拓海所说的是更高级的惯性飘移 他只是不懂讲一些专业术语而已 随后 齐介碰巧来加油站加油 看到池谷他顺便问起了86的事情 但池谷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当得知 齐介曾输给过86 并且他也不像在开玩笑之后 池谷开始认为店长U1说的是真的 接着又到了凌晨4点 出发前 文泰总会给拓海一杯水 只要杯架上的水不洒出来 豆腐就不会破 而随着技术越发熟练 文泰给的水越来越多 隔天阿树跟拓海畅想着 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赛车手 之后下树拉拓海上天台 他跟拓海说自己买了新泳装很开心 还问拓海想不想看 他们约了这周天海边见 到了晚上 齐谷一个人在秋名山练习 但有些时候越紧张越难发挥 技术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练成的 于是齐谷隔天去找文泰 他在买炸豆腐的时候 顺便打听了文泰是不是传说中的赛车手 毕竟这里开86的豆腐店只有这一家 不过文泰说了不是自己 在说明了周六要比赛的情况之后 齐谷希望文泰可以教自己一些技术 但文泰也拒绝了 他说技术不是两三天就可以练好的 要靠自己多想多练还要领悟能力 那天晚上齐谷在练习时 由于心急而没有注意对象来车 虽然成功闪避 但却撞到了防护带 齐谷因此扭伤了脖子 而在看到同样受伤的爱车时 齐谷内心多少有点愧疚 接着齐谷又去找文泰 他希望文泰可以帮他跑后天的交流赛 作为本地车手 齐谷不希望别人看不起邱明山的车手 其实他希望文泰出战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听说文泰曾经赢过起戒 听到这里文泰瞬间就懂了 一定是脱海干的 晚上文泰开招去给86加油 他顺便和好友优一聊了一下 文泰猜到是优一说了86的事情 其实文泰并不讨厌齐谷 只不过这个事情他出面确实不合适 优一这时提议 小孩的事情就让小孩处理 意思就是让脱海帮忙 文泰这时对脱海的评价是 邱明山的下山路他除了我之外 应该不会输给别人 但这小子太顽固了 所以要想点办法 而在回家之后 脱海说自己周天想用车 文泰先是以周天商工会要开会拒绝 他猜到脱海执意用车应该是为了妹子 接着文泰以周六下山赛 打败红日车队为条件 如果赢了比赛就可以用车 外加一满箱的汽油 这对脱海来说诱惑非常大 毕竟满箱汽油就可以带夏树走很远 另一边在听完起戒说了86的事情之后 梁介对这个怪物也有了兴趣 梁介除了车技好之外 还十分擅长分析思考研究理论 周六的比赛他也会去观战 顺带一提 梁介的分析能力也是怪物级的 还有他的生优势子安无人 隔天就是周六了 阿树十分期待晚上的比赛 脱海还没跟他讲自己肯会出赛 至于池谷 三顾茅碌中也有了结果 文泰说有五成的几率会去 但如果到十点还没人就死心吧 光是听到这一点 池谷就很开心了 看到池谷这么热血 文泰也有点蠢蠢欲动了 要是脱海不去 自己上也不是不行 接着剧情又来了一段 那我觉得我当年好单纯的对话 到了半晚 不少观众准备出发 其中就有妙异的叶之子车队 他们的队长是钟李毅 人称不胜传说 金牌解说 板金王 反葬外号很多就对了 钟李毅的爱车是GTR 事后在山顶上 速度之轻的其他成员 有点不敢相信86可以跑赢 经过改装前 马力依然有350的FD 不过持股也做了最坏打算 如果人没有来 那就只能由剑二上了 随后伴随着引擎的轰鸣声 事成红日车队来到现场 他们对计时竞速的准备相当充分 10点之后就很少有车上山了 起点和终点会配备一台对讲机计时 满弯位置也会安排人员看守 如果对面来车 就会用灯光给选手发信号 在交代完这些事情之后 大家开始了乐身表演 这里有个点要说明下 起届在过U弯时 他故意方向先反打左再打右 然后进行了一个甩尾飘移 这个技巧俗称逆甩或假动作飘移 在拉力赛车界是很常见的 不过起届这里炫耀的成分比较多 接着梁界也小秀了一下 毕竟观众来了不少 高桥兄弟来了一招并排飘移 在起届先飘的情况下 梁界控制了车身完成了并排飘移 据钟里义说 这个技巧难度主要在梁界身上 另一边拖矮终于想通了 为了那一箱油 他决定去山上比一场 这一次文太没有给他水杯 毕竟没有豆腐 文太让他玩得开心一点 终于86上山了 而在表演结束之后 同日车队竟然在给FD换胎 他们会根据现场情况调整车子 只不过86还是没有来 眼看时间所剩不多 起届是有点郁闷 不能和86比赛 他十分瞧不起坚饿 当然坚饿也不想让他瞧得起 万幸的是 比赛开始前对讲机传来消息 有一辆普通的车上山了 当得知这辆车是熊猫配色的AE86时 起届立马表示他一定要等 一旁的坚饿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池谷这时是认为 文太是为了邱明山的尊严而来 不过拓海只是为了一箱油 他有点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观众 而在看到86上山过弯时 钟李毅不禁慷慨 这辆86散发的气场好强 这是只有当能自由驾驭自己的车时 才会散发出的一种气场 没多久86来到山顶 难得当拓海下车时 池谷他们都震惊了 他们原本是以为文太要过来 不过在一番交谈过后池谷才发现 原来之前赢过池谷的 不是文太而是拓海 池谷这下终于放心把比赛交给拓海 随后池谷和拓海互报名字 在拓海眼中 池谷就是高桥一箱油 接着下山赛在独秒结束瞬间正式开始 一开始的直线肯定是FD领先 据梁界分析 86看起来只有150的马力 换挡块是因为变速箱的关系 这样的配置更适合连续弯道 但即使如此 FD也没有理由会输啊 此刻 池谷大概也是张响的 他比较从容的降挡甩过了第一个弯 接着我们来看拓海 首先是顺滑的连续降挡 同时跟直补油拉升转速 他以贴近防护带的方式飘移 并以8000转出弯 红日队的观察员都不敢相信 86竟然能如此过弯 没多久 奇街就从后视镜看到86 有一瞬间他因为自己搁在Git的轨 而在下一个弯道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两辆车在过弯路线上的差别 奇街的FD过弯时接近中线 而拓海则是内线贴边 在弯道上的技术差距已经很明显了 拓海飘移过弯的速度有154 每逢弯道86就会咬住FD 这对奇街来说会造成巨大压力 反观拓海 单手开车眼中只有一箱汽油 但他也清楚直线加速确实有差距 另外这里补充说明一下 我们经常看到86的车头会压低 这是由于当全力踩刹车减速时 车身荷重前已使得悬吊压低所致 回到比赛 拓海那注重速度的过弯方式 让奇街感受到了迟路 这不就证明自己弯道技不如人 而拓海这时想的是 为了一箱汽油只能用那一招了 此刻奇街的压力逐渐变大 他甚至觉得FD好像不如平常顺手 另一边 梁界要求观察员 要详细播报一下五连发夹弯的情况 很快两辆车就来了 第一个发夹弯86接近完美飘移 奇街的FD明显差了一点 而第二个发夹弯的时候 FD被86咬得更近了 重点在第三个发夹弯 拓海在路弯前并没有踩刹车 他由内道抄了踩刹车的奇街 过弯时奇街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然后我们就看到 86以十分不可思议的角度 从内道超过FD 现场人员也只有钟李毅 看出端倪 其他人根本不懂发生了什么 钟李毅还说 这招只有在秋明山才能用 而且一般人还模仿不了 在明白结果之后 钟李毅立下要打败86的FLAG就走了 至于比赛自然是拓海赢了 他不但赢了还直接开车回家 看来奇街的噩梦并没有结束 史古他们这边则是激动不已 他还想邀请拓海加入速度之星 梁介这时也直接认输 下山输得这么明显 上山也没有必要再比了 但梁介有表示 近期他一定会回来复仇 拓海回家时提醒老爸加满汽油 文泰内心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而几个小时后 高桥兄弟来到第三个发夹弯 在听完起街的描述以及现场确认之后 梁介说拓海用的是排水渠过弯 他当时应该是将内侧轮子开进排水渠 通过这个方式来对抗李辛利 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绝对是要经过长期训练 分析完之后梁介也拦起了斗志 下周的远征计划取消 全队都来填平这个排水渠 要不是 梁介的意思是要先亲自打败86 隔天又一来找文泰 文泰刚好搭顺风车开会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 原来拓海并不喜欢开车 对他来说开车只是帮家里做生意 文泰是希望通过昨天的比赛 拓海能够感受到一些东西 而拓海这边也确实感受到了 满香汽油在妹子去海边 真的好爽啊 这段剧情我们简单概括下就好 夏树称赞拓海开车技术不错 他坐拓海的车一点都不晕 约会期间 拓海有点回味昨天的比赛 那是一种上头的感觉 再结合今天开车带着夏树 拓海开始认为车还是不错的 另外约会的时候 拓海和夏树都表示 自己有一个有点在意的异性 傍晚回去前 夏树还拉着拓海拍照 另一边 86比赢FD的消息已经传开了 池谷和建的一大早就被问了好多次 池谷还跟别人说 那是速度之星的秘密武器 所以他希望拓海可以加入速度之星 阿树这时主动要求帮忙 他会劝说拓海加入 只不过他希望自己到时也能加入 至于车子 阿树想让他爸做担保 然后分期买辆86 这样他就可以和拓海组成 秋名山最快的86组合 这个我们听一听就好了 晚上梁姐开车来到秋名山 而跟在他后面的是一辆黑色GTR 我是全树 86的下一场对手 正是这辆黑色的GTR 我们下期再见